这个就是请各位 这边也许改一下 这个是叫函数 改一下函数 去者一这边改 这个的话再复制两个 一个再复制的话 就拖拉加Ctrl键 然后放开左键 这个叫具体好了 具体录制 至于具体怎么录制 请各位比照上个礼拜的录制方法 再多加两个 反正一个按下去 这四种就填满 一个就清除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今天讲的VPA VPA的话 就是等于是比照今天一样 三个按钮 一个按下去 就输出公式 一个就清除 然后一个就输出结果 就不是不要公式的部分 那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反正最终还是先完成 第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有哪些函数 可以帮我们贴我们要的资料 那首先的话 切资料 当然因为它不是左边 也不是右 它是中间 所以第一个可能会想到 应该是哪一个函数 MID 对 那MID的话呢 它需要给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 如果你用MID的话 假设这个 你可以 如果不知道 不熟的话 你可以先用MID 文字类里面有没有MID 然后文字给它 第几个字开始 一二三 第四个字 所以你这边输入四 问题来 我怎么知道是第四个字 这边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钱瓜糊 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把钱瓜糊的位置找到 那钱瓜糊在第三个字 我再加一就可以了 OK 然后几个字 五个字 那我怎么知道五个字 我可以拿后瓜糊的位置 所以我再找一个后瓜糊位置 然后再减掉钱瓜糊的位置 再减一 为什么要减一 因为理论上 我要抓的是从 第四 第这个字 所以应该是钱瓜糊的下一个字 会多一个字 按确定 如果你现在按确定的话 当然不OK 为什么 因为位置 全部都是在第四个字 而且长度 也不会刚好是五个字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 你可能要别的方法 那什么方法 首先第一个 除了密的之外 还要再学习一个函数 哪一个函数 寻找 寻找的话是在哪里 文字类 里面的话 用fine 不过你会发现 fine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函数 叫什么 叫色取 fine跟色取不是一样吗 OK 其实在Esser里面是一样的 差别在哪里 其实看就知道了 有没有看到 fine区分大小写 色取的话 大小写自为相同 我觉得它根本 其实白话意思 一个是不管大小写 色取 一个是会管大小写 不过我们都中文 所以这个没差 所以你用fine跟色取 其实没什么差别 钱瓜和五都一样 第一个fine 第二个的话 回答它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要找什么次 我要找钱瓜葫 所以打一个钱瓜葫 Dex的理论上 前后要有双 双以后 它移开会自动加 所以你不用加 去哪边找 我去这边找一下 你会发现 找完之后 告诉你第三个字 那star number 是从哪个字开始 预设是1 你不加也没关系 当然你不能给它一个数字 4 4的话 里面就找不到为什么 12344没有 所以这个的话就保持空白 好 然后按确定 第三个字 那尾巴的话呢 后瓜和五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处置一下 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在旁边贴上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后瓜和五就可以 前瓜和五改后瓜和五 然后打勾 有没有 9-36 多一个字 为什么多一个字 因为其实理论上是前瓜五的下一个字 会多一个字 所以在减一就可以了 好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来了 第一个的话就用fine前瓜五 把这个公式减下 不包含整号 第二步的话呢 再插入一个密的函数 密的话就在切割 那怎么切比较简单呢 就是这个字 从哪个字开始 前瓜五 因为前瓜五的下一个字 从D这个字开始抓 要几个字呢 后瓜五 所以贴上第二次公式之后 再把前瓜五改成后瓜五 那就9嘛 9-再贴一次 所以刚刚的公式要贴三次 有一次要改成后瓜五 那六个字多一个字 所以减一 好 这样的话OK了 确定之后向下填满 上上填满 这样OK了 不过呢 你会发现 怎么会有开头的东西 跟各位讲 在ESAO里面 如果紧字号开头的 通常指的是错误讯息 为什么错 因为你不是叫我去找前瓜五吗 可是问题你这边没有前瓜五 那我找不到 所以他跟你讲说 错了 你给我的资料不对 OK 这个意思是这样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去掉 当然不是叫你按解历子 慢慢点 等于你做一半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希望这些错误训息 不要出现的话 你需要第三个函数 哪一个呢 其顾名之一 再减下来 所以游标放B2了 把它减下来 插入一个函数 如果 如果这逻辑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这是ifl ifl就是 如果 有紧字号开头的那些错误讯息 你要做什么处理 如果发生错误 ifl 所以逻辑 按确定 把公式贴在value 让他判断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错误 有 请知道开头 你要做什么处理 帮我删掉 删掉还记得吧 VBA是两个双以后 Excel也是一样 所以两个双以后就可以了 里面不要放了 这就是所谓的清除里面的资料 好 那我们OK之后的话 按确定 你会发现 只要是错误 就不会出现了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公式 所以刚刚主要是分成 Find Mid ifl 三个步骤 OK 当然 你如果要函数OK 做得出来 那其实就已经很快了 那未来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再用VBA 把它加快 它的执行效率 怎么做 OK 所以第一步 这个是Step 1 二的话 请你把这个函数做完的结果 复制一个句集 把它录制句集 还记得吧 两个按钮 我们之前是串接跟清除 上个礼拜的 这里的话 也许是 刮户自串 反正就是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这个结果输出 一个是清除 那步骤一样是三个步骤 OK 所以你可能彩排一下 游标先放在B2 然后上面打个勾 有没有 向下填满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清楚 清楚的话就是 游标放在B2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再来 就把这两个 变成 具集 这样就OK了 那VBA的话 需要 像刚刚有三个按钮 不过这三个按钮 至于什么做 比较难 所以这个的话 我想 你们量力而为 如果可以的话 先做 如果不行的话 你们就是下一次上课 我们再来解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变成 今天的第二个作业 今天可能比较 比较多一点 就是会有 两个部分的作业 一个是刚刚那一集 一个是这个的函数 加具集 那VBA的话 下一次来看